三更不睡觉,五更来看片,欢迎收看五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高材生下海拍片的真实故事 美丽是个天资聪慧的高材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所顶尖的私立大学 正当她终于为摆脱了父母来到恋爱天堂而兴奋不已时 她妈妈就突然打来电话,说爸爸因为工作上出现失误而被降职,收入大减 家里已经供不起她的学费了,让她自己想办法解决 美丽当时就蒙圈了,赚钱,怎么赚钱,打工 不,打工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 做生意又不会做,只有下海这种东西才能维持得了生活了 说干就干,她马上掏出手机,在成人网站投放了自己的简历 结果第二天就接到了一家公司的邀请 他们表示,一百婚,come on,一天能赚三千美金呢 美丽马上坐飞机去了约定地点 可到了之后才发现,那地方又脏又乱的,其实是个废弃工厂 里面的人骗她签了一份文件后,就要求她要听话 不然就杀了她,还不给钱 然后让男主角开始演强暴她的戏码 美丽无法反抗,也不敢反抗 事后只能自己一个人躲起来,偷偷地哭 本来她以为这份工作会很舒服的,没想到这么难受 之后她开始上网查资料 这才发现,问题出在这家公司名声不好,还不专业 美丽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次她找到了专业的公司 还请了专业的经纪人,带她进入成人电影这个圈子 而这个经纪人也教会了她很多东西 比如拍摄地点一定要在舒服高档的环境 而像美丽这种新手,一般是先拍拍女女的戏码 因为场面不粗暴,很容易上手 而且一定要有全程跟拍的化妆师能随时补妆,保持光彩照人 而且在开拍之前还要做好沟通,安排好暗号,方便随时停止拍摄 在老司机的帮助下,美丽很快就入门了 拍摄了很多收视率超高的作品,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但是后来呀,妈妈发现美丽真的赚到一大笔钱,交清了学费,感到难以置信 开始怀疑美丽在卖毒品 而美丽觉得这种事让父母知道了好像不太好 就默认了自己在卖毒品,并保证以后不再卖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有一天,一个男同学认出了小李,并表示 我昨天晚上补课的时候还见过你哦 然后就在同学中大肆宣扬 很快,全校都知道了美丽是个知名女演员 但同学们却开始羞辱她 他们认为美丽是个为钱出卖身体的婊子 美丽是一脸懵逼的 她认为那些人都没有资格评论她 自己只不过是个艺术的创造者 那些人看了她的作品还对她指手画脚的 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然后她就把自己的观点刊登到了校刊 然而这并没有帮到她 反而议论的人更多了 后来美丽还受邀参加了电视台的访谈节目 她表示,数月有专攻 你当你的练车工,我当我的演员 我做什么工作,关你们毛事啊 这次访谈过后 家里人终于知道了她下海的事 开始极力劝阻她改行 连那些一起下海的那些同事们都开始指责 她太高调了 他们只想安安静静地发财而已 面对各种压力 美丽还是决定坚持初衷 把这一行发扬光大下去 于是她开始了环球演讲 讲呼吁人们要尊重这个工作 要坚持自己心里的梦想 不要被世俗的眼光所影响 慢慢地她也有了一批支持她的人 正到精彩之处 电影却落下来帷幕 小编觉得 无论做什么都是自己的选择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 管那么多干嘛呢 点个赞转发一下再走呗 感谢观看